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你大概沒有學過我的課啦 因為我幾乎沒有大一搭的課 除了那個水蓋 我又水化啦 搞不清楚啦 我辦公室在211b 不過我一般都會跟學生在實驗室 所以如果想要对我们实验室有兴趣的话 要到这个304找我 你去办公室可能就是灯关着里面没人 那实验室才找到人 我蛮多 学阶历蛮长的 我是你们的学长 我2000年毕业 虽然我坐在下面 你们也不会有人当我是老师 看起来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航馆同事的 那叫什么 教学观摩 我就偷偷溜进去坐在后面 没有人理我当我是老师 那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就考到公务人员高考三级 然后同年我也考了食品济世 也是那年的榜首 然后退伍之后我就跑去 我在基隆港部消防队当替代艺 我那个年代当兵要当很久 要当一年半 然后我也不想去当兵 我就跑去考那个消防设备士 消防设备士 我念授班的时候考的 然后我就申请消防议就跑去 港部消防队当替代艺 然后当替代艺的时候没事做 我就 就刚好有 有一个念土木的 冯家土木的 同梯的在当兵 然后呢 因为我们当替代艺没事嘛 那晚上就 坐在电脑前面就是 打打online更买 20年前很流行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不流行 然后大家都在打游戏 那个童贴就怪怪 他居然在那边拿一本书在看 我就问他 你在干嘛 他就说他要准备考试 那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他在干嘛 他说他要去考什么高考 然后 其实我当时对这些考试的 资讯不多 我就以为高考都是在考什么 行政类 因为我们时科系是学技术的 后来他说他要去考土木的 技术类的高考 然后呢 他就翻他的那个 上网找他的给我看 然后他发现有食品 所以是这位 在当兵的时候 那一位他告诉我 其实我也可以搞个高考 所以我在消防队前前的 我就开始念书 然后就考 当兵的时候 对 人家都说很难考 对啊 我学长姐跟我说很难考 所以我有点食品技师 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也没去考 因为我觉得考不上 但没想到我去考高考 随便考就考上 然后同年的食品技师 我也随便考就考第一名 对 所以你们以后去考食品技师的时候 你会收到成绩单 其实前100名 他是有排名的 就是你会收到001 002这样子 大家就知道你的排名 那退伍之后呢 我就分发去 国立农坛农工的食品加工科当技师 这个技师的工作就跟那个 王董跟吴董 有没有人认识他们 对对对对 就是学校的技师就对了 对啊 技师都在干嘛 都在混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没什么事做啦 没什么事做我就没有 那当时那个小弟年纪小 不会想 就觉得这样子混下去不是办法 对不对 我就跑去考了高考二级 因为我硕士毕业 那高考有分三级二级一级嘛 硕士毕业可以考二级 我就去考了 那满幸运的也考了上 就跑去农委会的花莲农改厂 那就变成助理研究员 也是公务人员啦 那花莲农改厂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 我就碰到老同事啊 他就说 小芳 小芳 欢迎欢迎啊 来这里上班 你知不知道我们改良厂 台语怎么念 他问我是不是台湾人 台语怎么念 我就说改良厂 台语怎么念 但是我还没讲 他就告诉我 改良的啦 改良的 很凉嘛 很凉啊 没事做 很凉啊 改良耶 改良耶 他就像跟我讲 对对对 那的确的 我在这边待了将近半年 我已经体会到真的改良耶 因为我前三个月 我都不知道要干嘛 就坐完那边 因为没人理我 就丢在那里 然后还好 还好 还好我有Nordbook耶 那个年代 已经过93年耶 还好我有一台Nordbook 一台Nordbook要价五万多耶 比Apple的还贵 而且只不过是华硕的鸟货而已 对对对对 我就只要载着去 每天上网不知道干嘛 上个月后终于有人理我了 刚刚跟我说我要干嘛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也满费的 但是这个地方 我跟他们的人除了不太好 因为这种乡下地方的人 都拽个七八万 当时年轻气盛 一直想要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 但是他又不让我走啦 因为公务人员不是说你 手走就走 就是假设我今天想要去 我有去那个标检检验局印证 然后他们同意我商调过去 不过你的原单位要同意放人 他们就是不放 不放我就排桌子说 我再考一次就好了 谁拟你 所以 隔年就再考一次 然后我就去国立关系高中 那做的事呢 跟这个农团农工一样嘛 因为都是济世嘛 所以 当然不是我期待的工作 当时年轻气盛 对 如果现在再我重选一次 其实那种工作不错 好 好啦 就嫌无聊啦 然后呢 我就跑去考 那你想想看 我考高考一次 两次 三次 包括食品济世 我都考当年榜首 我想说当时 应该啦 应该当时 当下应该是算 有点无敌状态 当下啦 但因为我的对手 也都是食科系的同学嘛 你想想看 你以后出去考试 跟你一起参加考试的人是谁 不就你同学吗 对不对 不然就是中兴啦 宜兰啦 台大只有食科所 也没食科系嘛 对不对 食科所都是谁念的 还不是念食科系的去念 所以这个食品的世界 其实海大食科 就已经基本上已经 不能说是中了 已经中上 基本上没有什么 就除了中兴 中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嘛 差不多了 就没有人可以打败你啊 不是吗 尤其是如果你选择了 考试科目是跟水产相关的 例如像是渔月鼠 他有时候会开一些 水产利用的 公务人职缺的话 那你基本上是无敌的 因为唯一能够跟你拼的 只有高雄海洋科大 问题是 他只是名字 有扯到海洋 他根本没得跟你拼嘛 好啦 所以我就放胆去考 教育部的工费留学 对 然后95年 我一次一考又考上 好 那考上之后 我都想说 我如果留在这种地方上班 很废嘛 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学点技术 所以我同年又去考了 一次高考 然后我就跑去 对啦 我想换工作就再考就好了 反正无所谓 我就跑去 现在的食药署 以前叫药物食品检验局 当技师 然后就开始学一些 仪器分析 什么GCLC等等 都在这边学的 那我 其实我老实说啦 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念大学之后 就好像还蛮顺的 但是我大学以前 真的也念不好 所以我英文 真的很糟 我的 我高中考大学的 那个叫做 我们的年代叫联考嘛 我的英文总分是100 我考7分 那国中考高中的 那个联考 总分也是100 我考30分而已 对 但是 但是我考了上 公费的楼学奖学金 因为他考的是 食品科学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就 从考上奖学金之后 我又开始去什么 去补习班补习 对 我这辈子 因为我这辈子 都很讨厌英文 但是我第一次 花我自己赚了钱 然后去交给补习班 去学英文 只是为了出国而已 然后呢 很辛苦 因为我从 我去补英文之后呢 我是从全面英俊 初级开始考 所以我考初级 考中级 考托福 考GRE 对不对 我将语图考上来 我中级还考两次 初级考一次 还好有过 对不对 所以我英文真的 就是烂到点了 那因为英文不好 所以我学校也不好申请 所以那我又不想要 我又想出国嘛 所以我就每年都去考公费留学 因为它不太能保留嘛 反正我就连续考了三年 但我三年都有考上 所以我最后是2009年 我就出国了 因为我这一年 我脱服GRE都达到了 我花了大概两年啦 两年多啦 我才从英文零的程度嘛 因为我一开始 是从全面英俊 初级开始考的耶 初级真的很简单吧 我有点oven 烤箱都不会拼的耶 从那时候开始 一个一个单字背 对 对 不然我大学那个 怎么可以考七分 考七分还是拼命 喵旁边那个 对不对 然后出国之后 那我也很感谢这个 我也不知道补习班 怎么这么厉害 就是可以 让我考上托福GRE 但是真的 英文都听不懂 也不太会讲 就可以考了过 就补习班它会教你一些 公式啦 或是一些用法 但是你听到什么 就讲什么 就写什么 对 所以我出国之后 过得还是蛮痛苦的 因为语言不通嘛 不过还好啦 人家那些老一辈 说的都是真的 就是你到了那个环境之后 久了就通了 对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我已经在美国第三年了 就是我博山的时候 晚上回家 我都会看个新闻嘛 那国外的电视 那个新闻 国外的电视字幕 是可以选择开或关的 跟现在YouTuber一样 对不对 所以一般我都会打开来看字幕 因为那个英文速度太快了 然后那天我看完新闻 就觉得怪怪的 不知道哪里不对 原来是我字幕忘记开了 对对对 忘记开 我也把新闻看完耶 真神奇的 对 就是 做到第三年 我就觉得 我在那边生活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花了三年半 把博士学院拿到之后 四年啦 四年 然后我也没有想要 直接回台湾 我就跑去另外一个大学 美丽收打大学 做Postar 因为 所以一开始 像其实我刚去国外的头半年嘛 我就一直想回台湾 但是又怕丢脸 你知道 因为你去念书了 然后 没念完又回来是不是 就会可能被 朋友取笑 所以我硬撑着 对 撑到第三年 我觉得生活过了去 就习惯了 所以毕业之后呢 我其实我也不太想回台湾啦 我就跑去 美丽收打大学当Postar 不过因为我是当初是拿这个 奖学金啦 对 所以总是要还啦 所以在外班 没有外班不得 很开心的状态之下 我就选择了回台湾 把这个处理掉 对 那回去我就 回这个老单位 使用署上班 那因为我 我算是平民百姓啊 所以虽然我过去是 高考及格的公务员 不过因为我去念书 也没拿到什么好处 就是 第一年办流石停薪嘛 第二年再办延长一年 第三年呢 你就要辞职 对 所以我就辞职 回台湾之后呢 他也不会马上给你工作 因为反正 因为我就平民百姓 就是这样 对 什么都要靠自己 所以我就回食药署 做一个博士级临时工 然后呢 同一年还要再去考高考 所以那一年 我普考 高考二级 高考三级都去考 对 没想到四隔五年 对不对 随便考也是随便上 所以 对 考上了就是继续留着 那很快我就升纪正了 大概两三年吧 然后又干了四年 到一百 零七年 这个 当时的系主任 是那个 龚老师嘛 龚老师是我 硕班的指导老师 他问我 要不要来 学校 就是来 跟那个 学弟妹开导 开导 对 所以我就 挑槽来 学校 大概是我的经历 那我 我很会考试啊 但是其实 考试要的 并不是 你的知识嘛 因为其实你的知识 跟我的知识都差不多 只是我 比较会写答案而已 所以如果同学对考试有兴趣 是可以来跟我聊聊 就好像你考高考啊 我常用一颗就是 高考的话写作文对不对 对啊 那你们从小到大有学过写作文吗 可能有的有啦 不过一般像我们那种 正常人都没有嘛 就是学校 学校我也不知道 现在教育是怎么教的啦 起码在我那年代 不管我的国小 国中高中 都有作文课 但是没有人教你作文嘛 作文课老师最混的 就给你一个题目 教你写 写完交上来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会写 那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教过你的东西 但还要考 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嘛 所以我自己就创了一个写作文的方式 就不管你给我什么题目 然后我都是一千五百个字写满 而且大概在五十分钟以内就写完 而且我写到很 就是游刃游鱼 我还写到最后一行 最后一个字 再算看还剩几个可以写 写到最后面滑圈圈这样 收工老师 就是完全是为了准备考试去考试的 你给我作文我就写给你 那内容是什么不管 那我的设计 而且甚至我还计算到 我每分钟中要写二十六个字等等什么 我都有算好 所以我在准备考试 我各科都是机关算尽的才去做的 所以我只是去完成这件事 结果是必然的 包括考试一开始我要干嘛 我要花五分钟呢 我要花五分钟观察这些 一起的考生都要干嘛 所以一开始我都不会写 我都在看看人员要干嘛 因为我闲闲的嘛 反正我本来就公务人员 我再去考一次 有没有考上位无所谓嘛 所以我就开始就搞出自己一套考试的方法 我都会在那边观察人家干嘛 那为什么我喜欢讲作文 因为作文通常都是每一个考课的第一课嘛 那那课你一定要写完 而且你写 通常你在 你考过试就知道 如果给你两小时叫你写两小时的东西 写完之后你是不是头昏脑胀 那你第二课就没办法考了 对不对 甚至于你第一课如果考作文 然后你又没写完 我常常看到我去考试的时候 当当当当交卷 两小时后交卷对不对 前面那阿迪亚眼角泛着泪光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他没写完 那他第二课要考什么 他没得考 因为他整个心情就荡掉了 他不像我 我那边笑笑的 我一分钟就写完 闲闲的那边晃 看你们在干嘛 反正我就是设计好要去考试 所以如果你们要考试可以找我聊聊 我绝对不是教你怎么练习 我只是教你怎么考而已 好那我 时间有限 我可以到几点 五十分是 整点 我续学校是英诺 英诺大学 还不错啦 学校有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 然后像是台大校长管爷 李秀妍大概都是我们校友 还不算差啦 学校也蛮漂亮的 然后学校非常大 南北纵横七公里 所以我去 我住在这个地方 我的系在这里 要坐公车 大大大大大大 校很大 然后我的 我是坐风味的 所以我们实验室大概都有一些 绣纹的东西 那是老板 我故意选一个老美就对了 其实蛮多留学生会选一个华人的指导教授嘛 因为比较好沟通 但是我觉得既然出国了就是挑战一下 然后小孩也 我女儿也在美国出生 所以他是个美国人 但是他一岁就回台湾了 所以他不会讲英文 那我儿子呢是架杠台湾人 对 但是英文讲得很好 因为他基本上他的童年阶段都在美国长大 但他就是台湾人 对 英文很好 这个美国人不会讲 还要花钱去学 那我的Postata在明尼索达 做的明尼索达是一个双紫城 也蛮漂亮的 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橄榄球赛 那我跟着这个老板 Peterson也是做风味的 那博士班老板是做这个嗅觉纹的风味 那这个是做那个味觉的 不过这个冷很快 就不要多聊 那回国之后呢 我大概的工作经验都在食药署 那大部分都是做一些未知成分的检验 像这个最常收到 就是像这种官务署送来的一包粉末 然后他会送 他会先送其他单位 他们自己也有实验室 无法确认成分 然后他就送药毒所 也是未检出农药 最后他就说 是不是食品添加物就送到食药署来 那通常这种案件都会到我手上 因为我专门做食品中的 反正未知物有害物就对了 然后擅长就是质朴 所以事实上我用质朴 很快就解出这一包粉是什么东西了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杀虫剂 就是个农药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种机关回复说什么 我已检出农药有效成分 这种地方不要再去了 农的 农的真的很困 所以我实验室做蛮多事情 脱网都是做一些不法的东西 检验 然后也有记者去采访 你看帅柯男 不错 不过他们真的还蛮恶劣 你看他说 他说我删掉了 有有这里的 你看他居然跟我讲 现年四十岁 这个重要吗 不重要 这是四五年前 这重要吗 不重要啊 这个议员 这个记者真的没有媒体素养 对不对 这是个资嘛 怎么可以泄露 对不对 对不对 马上就变大叔了 你看 好啦 那还有一些在食药所做的例子 像是像是这种 我们也常收到这种 一贯的不明液体嘛 然后他在进口的时候就说 这可能是 Wave Fermented Product 就是小麦发酵物 那事实上里面藏的是这个 这个固醇类 米松类的固醇 而且是新合成的固醇物 因为他的接的这个 测链特别长 这类药物非常多啦 就好像安非他命不是 本品安嘛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在本那里 多接个OH 它还叫安非他命吗 它就不叫安非他命 对不对 它就变成分本安了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可以随便在一个 本来是有药效的化学分枕上 随便乱接一些东西 它就不是这个东西了 虽然很流行在干这件事 但是它的生物功能也许 也许会打折 但是还在嘛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偷偷卖这些东西啊 不是吗 因为正常的米松类 这里是甲鸡没有这么长 这是丙鸡 对不对 它就把它变长 然后呢 而且现在的药检都是用质补 最后要看分子量嘛 你只要改变一个结构 分子量就变了 它就塞不到 所以像它现在很多 像清新毒品NPS 都是干这件事 那听说最近生物科技发达 还有更厉害的就是 就是像他们会把那个 威尔刚有没有 威尔刚是 这个成分是satinafol 一个组成分嘛 它拿去给什么 给酵母吃 那酵母就会对这个chemical 随便乱接东西 有没有 所以本来是一个威尔刚组成分 它把它变成一千个 乱七八糟成分 所以浓度就变千分之一 对不对 然后但是有一千个 乱七八糟的 跟威尔刚长得很像的东西 被产生出来 然后塞在胶囊里 第一 执法机关一定验不到 第一个吃下去 还是有效 对不对 所以现在很多 尤其是对岸都在干这些事 一些什么生技公司 开始都在搞这些 做化学就会拿毒品做材料 所以你们去夜店 小心点 那这个是固醇类 这固醇类通常都是用在 我不觉得这个可以给人用 也许是用在赛狗 或赛哥上面 就是你可以给那些动物 打一些这个 它就不会疲劳 这类固醇 它就拼命跑 就可以跑第一名 就是作弊就对 反正只要有钱赚的地方 就会有人 那你在上班 就是每天应付这个就够了 好 讲到我们实验室 我们实验室就是在做一些风味 或者做一些食品仓位 然后近期呢 AI蛮流行的 所以我们也用了一些AI 来测一些食品的鲜度跟品质 然后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在做 研究水产品的味道 那事实上我比较想研究 咖啡或者巧克力 或者是酒 不过因为前任校长的 失压之下 我只能做水产品 我们就选了一个物业词来研究 那我们实验室就是做味道 就是要萃取味道 所以主要有一些方式 像我们常把味道放在 放在水里面 因为食品都是水 那我们就稍微给它加热 那这个气体的味道就会挥发 那我们在那边抽真空 它就跑过来 那这边放进在液态袋里面收集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挥发性的气体收集在这边 或者是用这种同时蒸溜装置 一样样品在这边加热 所以味道分子就会气化 会跑上来 然后这边呢 我们通常会放乙米 就是溶剂 那我们乙米也是加热 加热也是变气体 所以是气体跟气体 它们在空气中相遇 然后完美的冷凝下来 然后回流不断收集 这样的气味 都是我们常做的 不然你跟你们聊一下 气体的分子 就是你可以闻到的 你可以闻到味道的那些化合物 都一定要是气体 不然你就闻不到 那舌头是干嘛 舌头就是尝一些 不会飞发的物质 像甜味什么的 也就是说 你只要闻得到味道的东西 都一定要是气体 你们有没有把铁汤匙 不是不锈钢的 铁汤匙或是 那个十块钱铜板 放在嘴巴里过 都没有 有没有尝过金属味 有啊 有尝过金属味对不对 可是老师不是说 一定要是气体 才可以有味道吗 难道我的体温 可以把铁融化 然后气化 变成金属的那个分子 气体分子 那我闻到吗 不可能嘛 所以金属味是哪里来的 其实金属味 真不是金属的味道 是那个铁 不是不锈钢 不锈钢不会 那个铜板呢 它在碰到你嘴巴一刹那 瞬间把你的 口腔你的脂肪氧化 就是像如果你有 十八一或十八二嘛 尾巴不是有六个碳吗 然后一个双键嘛 它从那边氧化切断之后 会产生一个化物叫Hassan 六个碳的全类啦 那个化物闻起来 就像铁锈味 然后有点像青草味 所以是那个味道 并不是金属味道 就是很多你觉得 那个的味道 但事实上不是那个产生的 我是举个例子 气体 味道的例子 我们先是都是研究食品的 这些味道 那不同的萃取方式 那或者是说 学生都很懒啦 因为这样都要萃取 很花时间 他们都喜欢用一个 一个Sepin-me fiber 就是用一个纤维 然后插到样品里面 然后这纤维会吸附 这些气体的分子味道 然后最后就把它打到GC里 就完成了 现在都鼻懒的 他们都喜欢做这个 那就可以 那经过这个GC的分析呢 你就可以把什么 把一个食品混在一起的味道 经过分离嘛 然后一个一个跑出来 对不对 然后机器就会告诉你 这是什么化合物 那顺便你也可以去闻 所以我们机器呢 打进去之后呢 会分流 一个会从这里出来 然后呢 学生可以闻 这个化合物是什么味道 然后另外一头呢 就接到植谱去 植谱就会告诉你 这个分子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对所有食品 做一些气味的鉴定 不过你想好像 很简单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很简单 因为很多 很多气味分子 是你有闻到 但是你机器没有讯号的 因为这些分子的 郁脂 郁脂就是你能够感受到的 那个浓度非常低 低到连仪器都测不到 但是你就闻得到 就好像瓦斯桶的 瓦斯的那个臭味是 瓦斯味吗 不是嘛 瓦斯是碗类的 不会有味道 所以瓦斯味是 一个化合物 叫乙流醇 就乙醇不是CH3 CH2 OH对不对 他把那个OH改成SH2 就叫乙流醇 它的味道是乙醇的 好几十一倍 他不到一滴加来 整个瓦斯桶里 天啊 那瓦斯一打开外泄的时候 吓死人 那会要浓到吐 那样的浓度 机器是测不到 所以食品中很多的东西 都是这样 这种状况 所以你以为有GCMAS 就可以做味道 没有 你还要去闻 因为很多 很长 很多时候 你的植补是没有任何讯号 但是你却闻到一个味道 所以你是要眯着眼睛 有时候是懵着做实验 才能够找到那个味道 甚至于有一些味道是 很神奇的 就像有一种味道叫 Fresh Cut 就是现切的 Fresh Cut的现切 就好像你在吃西瓜的时候 你在咬下去的当下 你可以感受到一股清凉的味道 对不对 虾马就不见了 你只好再咬一下 有没有 所以你咬的当下 你西瓜自己的那个细胞破裂 那个酵素 瞬间把某个化学分子 转换成那个新鲜的味道 让你闻到 然后下一秒 那个味道不稳定就消失了 所以你要一直咬 一直咬一咬 西瓜才有很 那个Fresh的感觉让你闻到 但这个味道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收集到它 它就不见了 所以糖果 西瓜也有糖果 可是就不像 因为少了什么 少了那个Fresh的感觉 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因为你根本来不及分析 所以其实这个味道 还有很多很难的地方 包括这个味道的强弱 也会因人而异 所以科学上会有一些方法去解决 这个就不再多谈 例如上面这是典型的 GCMAS打出来的图 那通常这个坡峰越高的 表示它的浓度越强 那下面的是这个同学他闻到 然后经过一些稀释 判明出味道的强弱 所以你可以发现 有的地方 这个面积蛮大的 味道也蛮大的 有的地方这个面积很大 没有味道 有的地方没什么面积 但是味道却很浓 也就是说 人对这个气味分子的感受 并不是跟浓度成正比 有的东西一点点 你就觉得什么 味道很强 有的东西超多的 你就觉得没感觉 跟糖一样 你在吃葡萄糖 吃蔗糖 吃阿斯巴甜 同样浓度之下 味道都不一样 所以气味也是这样 那GC就给你一堆 这个化物的名字 浓度 那我们就会用一些 统计的手法 去判断这些 化物的消长情况等等 那就不讲 那我们也研究一些 像这个 去年一位同学蛮好玩 他说他研究奶茶 因为牛奶喝起来 就是牛奶味 茶喝起来就茶味道 但是你把牛奶跟茶 倒在一起 是什么味道 是奶茶味 但是奶茶味就是什么 就是茶的气味分子 跟牛奶蛋白之间的 交互作用 相互吸附 剩下的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你把茶的 某些味道扣掉之后 就用牛奶去剪它 你会得到一个 全新的味道 也就是说味道除了它的 它有一定的化合物需要存在 然后它的比例的不一样 也会让你感受到 不同的味道 等于一个全新的味道 所以外国有些职业 叫调香师 在调香水干嘛的 其实它的配方 永远都是那一百种 它只是量的多寡 会配出一个不同的pattern 这样子 它就一直卖你香水 反正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们也有学生在研究 像是不同的萃取方式 萃出来的咖啡 它用这个 绿子式的 不是用钢杯 或者是布的等等 去萃取咖啡 味道也都不一样 甚至于做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是苍微的 它把咖啡 黄豆 绿豆去烘烤过后 再磨成粉 其实看起来就是黑妈妈的 那要怎么区别 可能可以用一些HP 有些手段等等 这都是做仓位的 最后我们先是 也做一些就是 比较偏AI的 因为现在 大趋势之下 我们这些老师也不得不屈服 所以我们也有些同学开始在玩一些 不务正业 对 我们就玩了一些电子零件 所以我们拿了一些绅色 然后用一些 微半导体 然后组成一些电子笔的阵列 那这些 哎呦 按到什么了 那我们就把一些气体的感测器呢 把它排一排 然后自己身体列印一个壳 把它装起来 然后它背面就是乱七八糟的 就是一些微控制器 跟线路 这些都是我们学生自己搞的 自己搞的 那你要去读这个 每一个生神的讯号 每一个生神的讯号 你就要去写一些 PiTons的层次去读取就对了 他们也把它搞定了 而且是 还不是男生的 是女生 你们学姐也是很厉害 然后 其他的 好 还有一些光学的 Sensor我们都有 那就 我们会自己因一些壳 去Fit它 然后做成一些箱子 等等 然后呢 去侦测这个鱼的鲜度 利用它 鱼腐败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气体 然后 Sensor会有一些讯号 那当然我们会做一些 仪器分析的数据 像是K值 VVN等等 去做 去做一些回归校正等等 任期八糟 那 对 那当然他们 那 你要做先度的实验 你就要取得最新鲜的鱼 所以我们只好在实验室里杀鱼 对 但是 没有 我讲错 不好意思 我们是请贪主帮我们杀完 因为在实验室里杀鱼的话呢 是动物实验 要符合 那个实验动物 要去申请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说 你们现在看到画面 那鱼已经死了 它只是在处理而已 我没有说我们在先杀鱼 好了 这也是蛮好 一个蛮cheeky的地方 就是说 我必须要取得最新鲜的鱼 就是时间点是零的那状态 所以我需要 限杀的鱼来做实验 我就有最新鲜的鱼 但是鱼明明就是一个食物 所以我又不想要申请那个 那叫什么 实验动物的那个 对对对 所以 就看看就好 所以我对外都说 这个鱼是 我买的时候老板帮我杀完的 所以我带走的是一个死掉的 一个一块肉 回来做实验 但事实上他们很强 对不对 好 那Sensor就会有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会用一些 一气分一数据去校正 然后最后会有一些 蛮多统计的 AI的算法 会去建立一些AI的模型 然后呢 下面是仪器分析的值 上面是用Sensor的预测值 大致上都可以Fit 这个大概都有0.88到0.9的准确率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 用这个 用这些Sensor 去取代 像是高精密的GC Mars 或是HPLC 就是我预测出来的结果 跟用精密仪器做出来的结果 大概有8成8的 相关性 也没有 是每大9成 不过差很多 因为这个机密机器可能要价好几百万 我这一个Sensor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一颗这个气体Sensor才50块而已 然后那个微控制晶片也大概100块而已 所以其实蛮便宜的 那就花点头脑把它组一组 然后写些程式去弄一弄 那这些技术我们实验室也都有 都可以做 那做的是 对啊 我本来想找男生来做 所以每次有男生 有人说要来我们实验室学的时候 我就问他 对写程式有没有兴趣 他们听到就怕了 然后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做别的 我说好啊 那你做别的好了 最后是两个女生说要做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 做得也不错 好 那最近我们实验是做 当然做香味了 所以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香料 那你们都听过这个 Beyond Beef嘛 对不对 人造肉嘛 那有没有听过Beyond Fish 没有嘛 因为现在没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什么 开发一个就是人造的这个水产的鱼肉 不过比较困难的就是在于 它的这个味道 其实Beyond Beef它的这个牛肉味 它没有 它没有很强调它是全素食 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素食的味道会偷加肉 你新闻都看过的 就是说你很难用纯素的东西 去创造一个肉的味道 那我们就要来做这件事 那一般来说 这个牛肉之所以会吃起来像牛肉 猪肉之所以会吃起来像猪肉 是因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牛 一个是猪嘛 不是 是因为它的脂肪 脂肪 就好像那个A5和牛跟A11和牛 它在哪里 它在A11的油花分布比A5还多嘛 然后A11吃起来就更香 对不对 所以这个肉的蛋白质组成 其实大同小异 但是脂肪的组成 会决定这个肉的味道 所以猪肉吃起来像猪肉 牛肉煎起来就像牛肉 是因为它们的脂肪不一样 那猪肉跟牛肉的味道 已经很多人做过 但是鱼的味道很少做 所以我刚才说过 牛肉之所以吃起来像牛肉是因为 我说味道啦 是因为它的牛脂 猪就是因为猪脂 但鱼是不是 其实我早半天只有一两篇paper 说可能鱼的风味也是跟鱼脂相关 但是猪肉跟牛肉已经好几百片了 所以这个相关的文献很少 那我们就姑且相信 这个鱼的味道也是跟鱼脂相关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 植物基底的香料 就不可以用鱼 那鱼油有个特色 你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的EPA跟DHA特别高 所以我们就拿海藻油 海藻油也是EPA DHA特别高 那鹿生动物很巧 鹿生动物跟鹿生植物的身上 都没有EPA跟DHA 只有水生动物油 所以我们就拿了不同的海藻油 去当作鱼油 当作鱼的油就有 我们用海藻油 然后配了一些氨基酸跟还原糖 然后把它混在一起 拿去很简单拿去加热 加热就会产生一些美纳反应 最后我们其中一个配方 我们成功的制造出一个 闻起来很像烤鲸鱼味道的一个香料 但是它是纯素的 我们最近在申请专利 那我用讲的你可能不相信 你说的味道是像鱼就像鱼 对不对 我们也有一些数据可以证明 我们把这个味道的 拿去做GCMAS分析 然后我们也把不同的肉 鸡肉 猪肉 钓鱼片 鲸鱼片 一样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去做 气象成绩质朴的分析 那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一罐香料的 是黄色的这点 这是PCA的图 原的上就是说 很靠近的树 就是点靠在一起 表示这些东西是很像的 离得比较远就表示它们不像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合成的这个纯素的 配方的这个鱼的这个香味 它跟什么 它跟鲦鱼片跟金鱼片的位置 非常靠近 然后跟猪肉 鸡肉差很远 表示说什么 它的味道就是跟鱼的 或是金鱼烤起来味道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你有实际去闻 我也不用给你证明 你一闻就知道 它就是一个鱼的味道 所以我们日后会朝向这个 植物肉 鱼的这些味道 继续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们最近最近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一个烤鱼的香料的配方是素的 但是我们不做加工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只做这个香料 然后我们把它投到这些产品上面去 所以我后面后半部 我都是找一些既有的公司去帮我们生产 因为我没有力去再研究这些 以上还有个五分钟 可以再跟同学聊一下什么问题的 还是想要考试的 还是想要来我们实验室玩玩的 体验一下的 有就快问 不要下课再来问 同学我们任何问题 关于刚才发老师介绍的内容 或者是对于这种植物肉啊 植物鱼 风味上有任何 有兴趣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实验是做很广 不管是植物肉啦 植物鱼啦 然后做电子的我们也有做啦 做声色的 做AI的 做气微的 做仓韦的 都是分析方面的啦 如果你日后想要 朝检验业发展等等 大概我们实验室都帮了上忙 想去学怎么写程式的 对啊 写程式也可以啊 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也不会 我也是从有兴趣开始学 所以虽然我还要教我学生用 但是我只是带领他们开头而已 后面的程式都他们自己写出来 然后我也 我们也是互相学习 所以他会了我也会了 所以我慢慢累积这些经验 海纳百川 有容